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见棉被 不用说冰箱电视 想当年在书上念到哲学家戴奥珍尼斯 他住在木桶中 亚历山大大帝慕名而放 问他说 你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却换来一句 请让开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戴奥珍尼斯是一个简单的行者 而几乎每一个默默无名的印度人 都是戴奥珍尼斯类的天生责任 他们的物质如此简单 令我们反省是不是自己的包袱太重要 有如一只大蝙牛 来到印度这段时间 有感慨他们物质的贫穷 再仔细深入观察 发现他们的脸 不比西门丁出现的脸更苦恼 他们的笑容比我们灿烂 他们的步调比我们更有韵律感 什么是进步呢 贤与钱 何者更令人舒服呢 昔日到美国 曾经被招待在大饭店中用过 铺着长矛地毯 又有法国宫殿式沙发 足有我房间三倍大的厕所 当时心想 那恐怕是最奢侈豪华的厕所了 不料来到印度 发现印度厕所 才是世界第一壮丽豪华 不但宽敞广阔 一望无际 而且还有绿草 避树和美丽的日出日落 用过的朝圣之旅 都会玩耳会心一笑 下午 下午车子摇晃到路野院中华寺 见到久仰的上衣下华法师 会到时 其他法师就鼓励我多和他聊聊 已到时又听到大家赞叹他 一个女孩子 赶独自到印度 一切护照行李 又在火车上被偷 却能够在印度勇敢地支撑下来 我的心中一阵 真的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都有人散发着生命潜藏的光芒 据说他独自来到这佛子向往的国度 在混乱的火车上被灵魂香锁熏 遗失了行李和护照 一文不明中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如愿朝圣 并且到国际大学修梵文课程 在印度两三天才吃一顿饭是常事 却甘之如頤 这样的事 患上一班女孩子 免不了要惊慌失措 不嚎啕大哭 也寝食难安了 而对一位修行者而言 只是成就道业的催化剂 和增上人 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 智慧发现 悲心增长 悼念意间 他说 现在纵使把我衣华 整个偷走 我也不怕了 因为没有人能偷走我的心 他的眼神如此的坚定 透发着勇者的光滑和洒脱 这种庄严的美感 以及生命的启示 实在令人感动 一个人的一生 是一个榜样 一个人的勇气 可以鼓舞其他人的勇气 而他再三地忏悔 忏悔他的粗心 令大家担忧 又显示了千功之怀 令我尊敬的心 令我尊敬的心油然而生 想想自己 如果遇上他的境遇 将如何 能够把于一切时钟 于一切境界 皆佛词变化 因作如是观 太上用场吗 能够忠敬自强 能处遍不惊 安平守道 为惠事业吗 大德 您又将如何 大家参观路野院的博物馆 有一些法师感慨着 这些被破坏 断手断头的佛像 句句的可怜 可怜 充满了孝子的情操 而另一位法师所说的 佛哪里会可怜 众生才可怜 又表现了另一面 有一位法师在人群中走着 带着一种冷静安详的微笑 当他站在某尊佛像前 突然我觉得 他和这尊佛像 有种奇妙的相应 便要求他摄影留念 每一个人在看 在瞻仰佛像时的神情不同 但是都很美 有的人给我的感觉 有的人给我的感觉 便是一种滤去激动的理智 很深沉 有的人带着一种 忏悔几身业障重 不见如来金色身的气息 有的人 有的人与佛陀仿佛像是热情的相逢 握握手啊 轻轻足 有的人在品味雕刻着的修行功夫 有的人 有的人真如见到圣人的礼拜 有的人打着爸爸您好的招呼 有的人批评哪一尊素的不够庄严 他有更深的理想 有的赞叹哪一尊好庄严 有的人泪眼汪汪感动非常 种种形形色色 怪不得难以静之众生心 一样看佛多样心情 有一尊 据说是公认世界上最慈祥的佛像 果真在初踏入馆中时 虽然琳琅满目 而第一瞥便会被他所吸引 我们东仰望西仰望 前仰望后仰望 端详再三再三端详 不忍战舍 是否那种名为慈祥的元素 已经由佛那儿传到我们这儿 午后的鹿野苑 黄昏的鹿野苑 幸运的乔晨如等五比丘 满园的花草 和我一同搁在那四圣地的开夫 绕转法转塔三扎 一群虔诚的朝圣者 一扎又一扎地绕 喇嘛在塔上奉上两手与额头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越来越平静 鸡怀似乎吻下来了 深思着苦极灭道 有一圈铁柱 弥陀佛圣众远相迎 迅离五拙生静度 回入梭婆度有情 他平日的一举一动 也充分显示出对于此愿的真诚 另一位法师 也道出了如来长子的誓愿 对比丘的期许 续佛惠命的悲愿 由他平日的言行 我们也明白 这不是空洞的话语 阿清与我一起摸着石柱 各自许愿 让我用行动来实践这个愿望 天下没有奇妙的石柱 可以令人满愿 所以能够满愿 是因为愿能够如石柱般的坚固 行能够如石柱般的坚实 阿玉王石柱如是告诉我 愿如石柱间 行如石柱时 这是真的有路的路野愿 美丽的路成群 法师很认真地讲述 过去世尊修行的故事 人投路路投人的故事 静听每一个世尊行菩萨道的故事 都如此震撼这颗凡夫的心灵 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 来自无尽的舍 而凡夫的我 从无始生死以来 硕硕丧身 未曾未法 如果要再丧身 请让我有机会 未法而死 未救众生 未护圣教而死 多久以来 我死得太糊涂 死得不明不白 一切的死 轻于红毛 未曾重如泰山 多遗憾啊 泰戈尔 这印度的诗者 他愿生时 丽丝下花 死时美如秋叶 而我愿生时 亦丝轻松 死时美如 芬陀丽花 为妙相结的莲 绽放在西方进度的 七宝池 八宫的水中 花开 见佛物无声 回入缩婆 度有情 日落在 鹿野院的塔后 印度平原 太阳一落 大地顿时 便失去了温暖 有一位法师 在夕阳的余晖中 一遍又一遍地绕他 我看见他 眼泪一串又一串的滴落 英雄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深颤 激昂处 我不敢去深问 因为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自省的时刻 面对这位圣者 父亲 佛陀 不落泪的人 泪是往肚子里流 把自省的语言 一而再地返除 而不外途的人 往往能保有更大的实行能力 鹿野院 中华寺的晚课 真美的晚课 晚课结束后 伊华法师为我们说印度的种种 他有一双很好的眼睛 能在印度的穷脏乱中 看他的真善美 若人心静 便见此土功德庄严 可不是吗 伊华法师谈到了印度当前的没落 以及仅有的几支佛教力量 末了 更具体地提出挽救的办法 演说的高潮层层叠起 他的声音坚毅又柔美 句句说到人心的深处 由于他是一位真实的付出者 一个勇敢的孤君 所以一切都格外的感人 在印度穷脏乱中 看他的真善美 若人心静 便见此土功德庄严 有这么一个奢侈又美妙的上午 长阳在路野院 如果您愿意 可以深思当年佛对吴比丘 宣说苦及灭道四圣地的道理 也可以放慢步子和牛儿在一起 和头顶大篮子的村妇在一起 一起迈向淫佛塔 他们也同在宣说着四圣地 如果以美学的观点来看 这是个美丽的花园 虽然不是春天 却也百花齐放 那变色的菊 开在无忧树下 每一种不知名的花草 毫不计较地贡献出自己的美 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重养佛陀 纪念那史上最美的演讲之开始 初转法轮 有时候不禁要奇怪 在如此一片干旱辉煌的土地上 如何能生出这千变万化的色彩 有一位老居士 在佛陀过去的房间里哭了 我也忍累 每一个人似乎都明白 但是又都无法解释 这一滴奇妙的眼泪 这儿有世尊的说法台 大家走过 默念着佛陀 长长的影子投在台上 突然间一念闪过 佛陀说法 正如幻人说幻法 一切就如梦幻泡影 迈向银佛塔 无比丘塔 莫跟在几位师傅后面 走向银佛塔 我看着他们行路的脚步 是如此的庄严 当我们到达时 悟迁老法师 早已开始了演说 在阳光下草地上 佛子们或盘腿或会者 或听演说或听静默 有的人闭着眼微笑 有的人远眶沉思 这是自由的学习 在大地 在佛陀温暖的怀里 处处都是涌泉 处处都是汝汁 只要懂得错影 塔下的海棠 仿佛朝圣者 鲜红的心 它日夜寂寞里 献出了一半半的清香 我最后登上塔 塔的砖已经古老了 古老却仍毅历 是最令人欣赏的风采 您看迎佛塔那砖的细缝 长出了什么 是菩提树的嫩芝 菩提树长在金刚座旁 长在风沙弥漫的印度 长在这古砖的细缝 到底什么是不好的环境 对于一棵菩提树而言 哪里都是好环境 只要它真愿成长 传说 有人要砍断那棵 金刚座旁的菩提树 有人浇甘蔗汁 欲令其死 有人浇牛奶 欲令其生 砍也好 发也好 甘蔗汁也好 牛奶也好 保护也好 破坏也好 一切都是成长的增上源 是否您曾来到这树下 静听这个故事 在这个成长的故事里 阳光与甘蔗汁同样重要 爱护与砍伐同样重要 漫步在这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地方 如果不是跟随这个团体要注意作息的时间 在这个国度 我们会把时间遗忘 时间是什么呢 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罢了 我这个一向手铐竖住 脚料固住的小瓜呆 难得遗忘时间 遗忘二十世纪在医院里的匆忙脚步 这一天 我愿当印度的村婆 从未见过手表 您看那一团团的牛粪 透过手掌成为一个个的图案 又堆成一个个的圆塔 哦 他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在医院里 我们医疗人员也常常在使尿堆里念 可是色彩跟气味可大不相同 常常那句 不是贤人贤不得 贤人不是等贤人的对联 都让我不禁一笑 我是上联还是下联 您是下联或是上联 不是贤人贤不得 贤人不是等贤人 真正心中的悠闲 岂是这样容易就能得到的 这是长期的磨练 长期的洗练 从凡俗杂物中超脱出来 纵使在忙碌中 内心还是悠闲 有人身体虽闲 心中烦恼忙碌 有人身体虽忙 内心宁静悠闲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印经协会 陶原佛教联社公告 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 旗舰传授护博千佛三坛大借会 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在国内蔓延 借会筹备工作受阻 为守护戒子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 及借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 本次传授护博千佛三坛大借会将展延 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 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 对借会的护持与协助 期待疫情早日消弭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展延造成诸山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 诚感潜意 仅以此寒 启白十方 无限感恩 桃园佛教联社住持 是明矮致敬 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 汉传会基金刚法 灌顶传法即三规五界 灌顶传法由福慧寺传承金刚上师 住持体化和尚组法 日期11月13日星期日 报道上午7点50分到8点30分 法会开始上午9点起 报名方式emailirisui30atgmail.com 法会地点新北市树林区三星路77号 请自备海清曼衣佩戴口罩 全程免费欢迎水洗共佛共僧 生命电视 日慈悲爱终生 接下来请收看 说故事时间 来哦 快来听说一说 大家对我来哦 做回来学乎了 警察的故事哦 阿星哥 公告 天也空 地也空 人生 游泱游在其中 日夜空 月夜空 当生世代为水公 各位观众朋友 欧米豆粉 唱到这首空空歌 让我们带回到这个细节 真的有趣 其实来的时候空空 回去的时候也空空 但是在两个空空里面 一世人都很无用 是在做什么 每一个人他的目标不一样 那么在印度 这个 他的社会地位是很悬殊 尤其南印度王瑟臣 王瑟臣他这个地方是很有福 有钱人一堆 但是有钱也是三不定 这些地方是有钱人一堆